而且对于绿民代来说 最近时髦的可能是重返校园 立委蔡黄狼今年就考上了台大EMBA 她说其实自己从前就很向往 走在严林大道的感觉 现在梦想成真了 另外还有台北市议员张瑞雄 成了前总统李登辉的小学弟 成了台大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硕士班学生 民进党立委蔡黄狼的助理 在办公室门口贴上了大红榜单 原来是蔡黄狼考上了台大EMBA 硕士班 蔡黄狼说知道自己上榜时 就像做梦一样 蔡黄狼的神情眼不住满满的喜悦 因为她实现了从小到大的愿望 到台大去读书是我一生的梦想 30年来我就憧憬着 有一天可以到台湾的最高学府里面 去充实我自己 真的是非常憧憬 那可以走到严林大道上 我认为对我来讲是一种肯定 对我来讲也是一种鼓励 那我非常高兴台大可以接受我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 在台大念书的还有她 台北市议员庄瑞熊 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她 去年跨领域考上农业经济研究所 成了前总统李登辉的小学弟 之前李登辉受邀回母校参观时 还曾经对庄瑞熊面受记忆了一番 阿卫博说你不是特法律的 你现在是怎么来特农的 我说特农的出总统 特农的也都出总统 能够当总统的学弟很好 他说特农的就对了啦 年轻的特农的就对了 所以他也认为 阿卫博认为整个农业对国家非常重要 上课还要再碰到很多深蓝的老师 他上课很硬 但是不管是报告还是考试 不好意思 真的是拿了满分 离2014年的选举还有一年多 不管是为了提升职群的素质 还想要更上层楼 绿民带把握这个机会 好好充电 民情观朋友许贵雅 吕维扬 台北报道